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26日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要在5年之内让宇航员登陆月球。 以确保美国,成为21世纪,第一个让宇航员登月的国家。 虽说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通过阿波罗计划,实现过载人登月。 但实过境先,彭斯宣布的重返月球,时间表被舆论认为,有点大跃进的苗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此,前的目标是2028年,实现载人登月。 新计划一下子缩短了四年。 而且,美国为重返月球开发的重型运载火箭研制不顺,项目一拖再拖。 一次试射都没进行过。 德国宁静周刊称,为了不让中国想先,美国似乎把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彭斯毫不掩饰,对赢下太空竞赛的渴望。 他称,我们今天再进行一场太空竞赛。 就像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一样,在未来五年内,让宇航员重返月球是本届政府和美利坚和中国的既定政策。 26日,在位于亚拉巴马州的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举行的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上, 彭斯发表演讲,宣布了新的登月时间表。 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NASA要利用一切必要的方式,让我说清楚。 登上月球的第一个女人和下一个男人,都将是美国宇航员。 由美国的火箭,从美国土地上发射升空,美国加速宇航员,重返月球计划。 目标2024年。 法新社27日称,2017年特朗普政府确定了重返月球的目标,并作为载人登陆火星的第一步。 NASA随后制定了2028年,实现载人登月的计划。 现在特朗普政府呼吁要有紧迫感,宣布将加快这一进程。 时间从2028年,提前到2024年。 彭斯说,原来的计划不够好。 50年前,我们花了8年时间,首次登上月球。 此前我们从未登上过月球。 现在我们重返月球,不应耗时11年之久,面对白宫的指示。 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平,立即接受。 他发推特说,大新闻,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指示, NASA在未来五年内,将宇航员送回月球。 接受挑战。 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 不过舆论对这一大党计划颇感意外。 彭博社称,美国是唯一一个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国家。 但1972年后,在未实现过这一壮举。 NASA现在已没有能够进行这种任务的火箭。 小布什任内曾启动新的登月计划。 但后来因成本问题,被奥巴马取消。 报道认为,中国太空探索的进步,是美国局界再次登月的重要原因。 文章称,彭斯的话相当于在太空主导地位问题上,向中国发出挑战。 继去年成为第一个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国家之后, 中国还计划进行多次采样返回探测任务, 并论证建立月球科研基地的可行性。 路透社称,阿波罗计划,是人类登陆月球的先虚。 1969年至1972年,该计划共实施了六次载人登月任务。 到目前为止,只有另外两个国家苏联和中国实施了受控的软着陆, 但都是搭载的无人航天器。 纽约时报称,彭斯提出了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探测器,已经在月球背面着陆,并希望将航天员送上月球。 它还就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依赖感到担忧。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以来, 一直依靠俄罗斯,提供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运输服务。 我们也在与我们最大的敌人竞争。 彭斯说,那就是自满。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关院《环球时报》记者范林志魏辉柳玉鹏,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 7500 on the 31, 新华社香港12月15日电, 记者丁子义,农历冬至江志。 解放军驻港部队与香港青少年军总会15日, 共同举行慰问长者活动, 即冬至送暖大行动, 近50名官兵与30名香港青少年军, 携手来到香港偏远渔村大澳, 为当地长者和居民送去冬日问候。 这次慰问活动, 在佛教法可纪念中协举行, 吸引了近200名长者参与。 在短短数小时中, 官兵和小朋友们协助长者制作小手工, 并为长者们带来了全数表演、 经历表演、 枪械团体操及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精彩丰富的节目, 让一众长者进展欢迎。 驻港部队海陆空三军女兵以战队带来的枪械团体操表演, 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赢得长者们的阵阵掌声。 参演队员之一, 驻港部队某和成旅班长张宇薇表示, 六名女兵为这次表演准备了一个多月, 每日练习就是为了给老人们送去欢笑, 表达对香港同胞的一份关爱。 在活动尾声, 驻港部队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还为长者们送上了新衣礼物包和暖心问候。 不少长者表示, 感谢官兵和孩子们带来的关心和祝福。 香港市民徐德友说, 解放军十分亲切友好, 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带来的演出也很精彩。 据驻港部队介绍, 自2006年开始, 部队已连续第十三年举办类似活动, 发挥尊老爱老, 扶老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也希望通过活动表达部队官兵, 对香港社会的关爱, 与长侯献性率先驾机起飞。 这个季节, 北疆乌拉山下, 滴水成兵, 第七十八级团军某路航旅, 在雪雾与银寒之中, 展开密集的新年飞行训练。 这一天的八十四十分, 气温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 云底高度仅数百米, 能见度不到十公里, 勉强过了直升机最低起降条件。 即时起飞, 随着指挥员, 二营营长李超一声令下, 旅长侯献性驾驶第一架绰号黑旋风的直升机, 沿着高山峡谷直次云霄。 接着, 副旅长、参谋长, 也带领其他战鹰接连腾空而起。 注意高度参数变化。 飞起落航线时, 要找准转弯点, 握着机载通信设备。 猴献性把一条条不同气象空域的性能数据和飞行指令, 不断传至指挥塔台。 被参谋人员详细记录散案。 首飞不碰难, 手讯不涉险。 曾是一些部队没守成规的传统, 可在今年的首飞中。 带领直升机群, 却要在大雾、 浮雪、 严寒天气中, 完成精准悬停、 定点着陆、 战术编队、 空突空房等实战化课目。 开训首飞能否从难从严? 与领导能不能以身作则? 自上而下树立良好的训练作风息息相关。 猴献性如是说。 新年开训, 与党委按照习主席2019年开训动员令, 发出常委看书记、机关、 看常委、 基层看机关、 骨干看支伟、 战士看骨干的倡议。 要求所有常委新年开训第一飞、 新机型第一飞、 重要科目第一飞、 复杂气象第一飞、 实弹射击第一个打。 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练。 训练中, 机群所在空域, 气象条件骤变, 突然传来报告, 长鸡所在空域出现较厚云层, 云底高只有几十米。 如果直升机进入云层, 很可能出现悬疑结冰的险情, 危及飞行安全。 面对突发情况, 塔台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 只见侯线性依令带领机群操纵直升机, 迅速下降高度, 同时按下了加温和防兵按钮, 直升机一头扎向超低空避开了云层, 化险为夷。 飞行途中, 潜难科目一个接着一个, 塔台指挥员下达运输直升机, 遭到敌机袭扰的敌情。 参谋长陈子, 立即指挥运输直升机曲线运动, 规避打击, 同时命令武装直升机低空隐蔽皆敌, 大角度掉头攻击, 驱灵来袭敌机, 空中机组和地面同时展开行动, 成功化解敌情。 陈子透露, 开讯贤, 他们针对冰雪低温天气下可能造成的特情, 先后拟制出低温条件下, 重难点课题针对性训练计划。